這個女的肯定是個綠茶啦 表面清純可人 實際上背地裡就是在捅你刀 準備要搶走你男朋友啦 來對你奇葩事情多 歡迎來到城市說 我是裴神 我是小蘭 那我們這個禮拜呢 一樣有小蘭帶給我們一些 她覺得特別好用的商品 那我們來看小蘭推什麼 主要推的是 Maybelline的這一支 飛天菜爾仙廠睫毛膏 那我最近畫眼妝都很愛用這一支 她很簡單的就可以畫出這種 根根分明很長的睫毛 那她的刷頭是這種扇形的 就很好刷到你的眼頭眼尾 連下睫毛都很好刷 那她一整天的持妝也很好 就是持妝防水抗暈染的效果也很好 眼睛下面也不會暈得黑黑的 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想要有那種 牽長感睫毛的人可以來試試看這一支 本週小蘭介紹的這個睫毛膏 非常的有意思啊 感覺真的非常好用 那各位在有興趣的時候 想去購買 那別忘記看完影片後再去喔 先不要急著 關掉影片趕快去買喔 今天第一則新聞呢 是在美國啊 資人說美國的家庭的關係 無奇不有啊 那這一次的這個新聞呢 是美國一個媽媽 看她女兒單身很久 她都快要學會火球術啊 喔女生也會了 女生也會學會火球術啊 所以她做了一個挑戰給女兒挑戰 就是啊 她讓女兒啊 去跟100個人約會 只要跟100個人約會呢 不管是網路上認識還是朋友 反正就是只要集滿100個人 就可以跟媽媽 對換500塊美金的獎金啊 人家都是垂背啊 然後去換零用錢啊 她是交友 因為畢竟啊 你知道看約會是一件 非常勞心勞神的事情啊 在一個地方要在那邊尬聊 然後還要再相處一天下來 那你才算一次啊 那媽媽為了賺媽媽這500塊美金 也是不好賺啊 那如果是你女兒呢 你會鼓勵她做這件事情嗎 想跟100個人約會是不是 那我可能準備100支槍啊 本週的第二則新聞是來自澳洲啊 欸你一定想說 美國人夠瘋了對不對 100個人約會 那這一個澳洲的網美呢 是OnlyFans上面的知名網美 她達成一個成就 300人獎 哇這個就不是約會了事 這個人就會賺超過500美金 這會賺爆欸 這每個月至少1500美金起跳啊 她就提到一件事情說啊 她自己非常enjoy的過程啊 所以呢她也很喜歡 熱愛這份職業啊 這份職業 也希望未來可以繼續做到 欸這很像那個 前一整的女孩 長大之後的職業 就是她有一天有沒有 忽然就是開啟了 那個100人約會之後 覺得下一次媽媽應該會提供她一個 新的獎賞機制 就開啟階段任務嘛 就是1500美金可以百人展 媽媽是在那個OnlyFans養成啦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職業叫做 陪伴型的出租男女友 有聽過 這位美國的珍娜 就是和她男友經營這個 出租女友平台事業啊 啊有趣的是啊 他們就是一週會有 七個不同的男客來租她 七個原本男友就沒了 欸對就沒有原本男友的位置 但是呢 這個珍娜呢 她自己非常享受整個過程 她不只是在溫暖她們的內心 同時聽她們宣洩自己的情緒之外 同時啊 也滿足了她們在肉體上的需求 她自己也說啊 她也蠻享受就是 對方雙向回饋的性服務 什麼意思 她不覺得自己只是在服務對方 是覺得對方也在服務她自己 又可以賺點錢 何樂不為啊 而且她男朋友非常鼓勵 她女友做這個事業 畢竟嘛 每個月可以賺124萬台幣的收入 她們只要再過5年就可以退休啦 一起退休嗎 這個一起退休 這男的什麼都不用做欸 這個男生要負責義務可多 你要想要去哪裡誰要送 然後你出問題的時候 誰要負責救你 這個在忙著你的出租事業的時候 幕後的人還是很辛苦的 就像我們做影片嘛 除了拍攝以外 後面還有剪輯 和各種後製 還有社群營運嘛 對不對 那在這個出租事業上面 也是非常辛苦的 我覺得你還蠻瞭解這種 男友要怎麼做的 茶類審查委員會呢 我們的宗旨呢 因為發現這世界上有太多的茶表了嘛 於是呢我就想 欸 人家在茶有發酵度嘛 對 發酵度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茶放的時間嗎 就是茶類在揉製啊 烘焙之後嘛 它有一些茶是需要發酵的 像我們最常喝到的普爾烏龍呢 都屬於要發酵茶類 像綠茶青茶那些 屬於發酵成度比較低的 我們會針對每週solo來一則有趣的案例 在針對故事內容 給出它的發酵指數 發酵指數越高 就代表它的不道德指數越高 那最後我們會再品鑑出 它算是哪一種茶 有趣吧 有趣 今天看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想想看 你覺得它算是什麼茶 我們今天要講的案例呢 是一位網友啊 她是一位女生 那她提到說啊 她和她的男朋友 還有男朋友的朋友呢 都很喜歡玩遊戲 那同時呢 她的男朋友的朋友啊 也有一位女朋友 A啊 發現啊 欸 為什麼最近我的男朋友 她的現實動態 都有人在回她 而這個回的人 竟然是D欸 而且竟然都回一些表情 Emoji 好像哪裡怪怪的 但是呢 這個來回呢 又不能當作證明說 他們有一腿 B啊 可能就是認為要保持了一個和善的態度 我們從A的主觀視角看到的樣貌是 這個女生呢 有時候講話 會讓人覺得說 她怎麼感覺上 跟我男朋友講話的時候 比較那麼的情緒化一點呢 那是不是有一點在PUA的味道呢 那她又很想跟男朋友 質問這件事情 又怕男朋友覺得她太愛吃醋 是一個不懂事的女朋友 小題大作的女 那這個文章一出來 網友底下當然就開始討論 就說 這個女的肯定是個綠茶啦 表面清純 可能實際上呢 背地裡就是在捅你刀 準備要搶走你男朋友啦 好 那聽完今天的這個案例 小蘭 妳覺得這個人 A和D 他們各自的狀況是怎麼樣 簡單做一個分析啊 我覺得就是 A本身自己沒有安全感 然後所以她就看到 有其他女生接近她男友的時候 就有一些防備 然後加上那個D女 因為我有看一下 她的D女是比較用那種 哥們開玩笑的方式 去跟她男朋友相處 欸沒有錯 所以A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是不是一種漢子表 就是那種 沒錯 就是稱兄到底 這種時候 你要生氣的時候就會很困難 因為男生通常都會覺得說 他沒有啊 他就像個男生一樣 這句出來 吵架的起火點就在這裡 所以你認為說 是那個D的問題很大嗎 我個人是也會對這種人 有防備性 那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有時候我們在檢討別人之前 還肯定要看看自己 有沒有對你的感情有信任感 事實上啊 這個D的這樣的人 我看多了 有時候往往他們並沒有想要去 掠奪你的感情 就是你在玩遊戲裡頭 那個群體裡頭自然的對話 那你說每個人在打遊戲的時候 都在想著要搶對方男朋友嗎 這不是甄嬛傳啊 妹妹 你可能有個狀況就是 你內心的不安全感非常的重 就需要了解你們的感情 是不是哪裡出現的狀況啊 那如果你們的相處一直都是相安無事 非常穩定 那你對你男朋友卻那麼不信任的話 我就開始懷疑 你是不是來PUA你的男朋友 所以說啊 真相只有一個越變越明 我就開始懷疑其實啊 背後在發酵的那個指數呢 反而是 欸 我覺得因為他就是包裝自己是受害者 而且很多人啊 很擅長 用受害者的姿態 去PO一篇文章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底下 無地放時 最終想要重挫的是那個女生 對耶 如果那女生是真的無心的話 你發生問題 當然是和男朋友先溝通嘛 那你選擇先上笛卡公審的那個女生 其心可意 沒錯 他還可以把那篇拿給男友 說你看 大家都這麼說 沒有錯啊 那先把風向帶順 孔明啊 這個東風帶的廟啊 好那我們也到了這個比較殘忍的時刻啦 評分時刻 沒錯我們這個品查指數呢 我就有好奇 那小蘭你覺得哪一位比較偏查 我覺得兩位都有查的天分 兩位都是一杯好茶 沒錯都是一杯好茶 好那你綜合指數 你覺得這個案件案例本身啊 幾分的發酵值呢 我覺得大概三分 三分 我也是覺得這個故事的兩位呢 都比較年輕啦 他們其實都沒有做到很不道德的事情 就只是頂多就是後面潑髒水嘛 就是針鋒吃醋的感覺 針鋒吃醋啊 我男朋友是個寶 其實在外面像坨草 那個啊 那個急娃娃捍衛他垃圾 哈哈 吃什麼 垃圾 那我自己呢 也會給他們三分 OK 那我們兩個各給了三分 綜合指數下來 讓我稱呼你們 烏龍綠 為什麼叫烏龍綠呢 因為有一位呢 扮演著漢子的角色 有一位呢 綠的不夠明顯 呵呵 所以兩位茶類合奏起來 合作無間變成熱賣的品項烏龍綠 那希望你們未來呢 變得更成熟的時候 賣相普爾茶 不是賣相呢 不要當茶的路上啊 好 那本週的這個影片到這裡為止啊 喜歡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呢 幫我們點讚訂閱分享 出去讓更多人知道 那未來也希望可以透過 這樣的影片內容 讓大家更了解到 也許有些事情 我們反著看 每個事情呢 有不同的種種可以去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影片結束囉 記得訂閱點讚加分享 小鈴鐺也別忘記按喔 掰掰